各位孩子們早安 I'm Daddy 我是老八 今天來分享我使用這台S20 Plus快一週的一些心得 首先先跟各位講 我原本就是使用S10 Plus當作我的Vlog機 就是現在各位看這個頻道 生活頻道之前都是用S10 Plus來拍 那現在那隻手機已經被我賣掉 我跟各位講其實S20 Plus的成像 不管在晚上或者是白天 我認為它跟S10是另外一個層級 因為真的它的感光元件真的大 1.7倍 所以你在錄各方面來講 你很明顯如果大家有關心我的生活頻道 最近都是用S20 Plus拍的 你會發現真的好 我個人認為是好蠻多的 所以當入手這一支拍了一兩天兩三天以後 我後來就決定 我要把S10 Plus賣掉 當然我最近賣了很多手機 我也把Z Flip也賣掉 然後最近也有在考慮要把 Note 10 Plus給賣掉 我跟各位講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之前 Note 10 Plus一直是我的作業的手機 就是我平常回Mail啊 然後回Lion啊 我都是習慣把它放在口袋這樣子 反正就是我用這邊好了 放在口袋 我今天有拉拉鍊喔 其實它真的很大 然後我Vlog啊 就可能是拿S10 Plus 那因為我這個手機我用了一陣子以後 我有一件更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說 我要試試S20 所以我又買了S20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S20啊 又比S20 Plus真的又小了一截啦 我跟各位講一個數字 我剛才稍微有整理了一下 其實我原本用的S10 Plus啊 它是175公克 那S20啊 是163公克 所以它比我原本用的S10 Plus來的小 但是我現在最近在換的S20 Plus啊 它是186公克 所以它比我原本用的S10 Plus來的大 就是來的重啦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應該要嘗試換著更小的手機 如果在它的成像能維持一樣的狀況下 然後就是換更小的手機 所以我非常想要試試看S20 S20跟S20 Plus啊 其實大致上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差距啊 螢幕的解析度啊 或者是 比如說 它一些功能啊 各方面啊 CPU啊 然後就連這次很多細項都一樣 然後在影像的部分 差比較多的 其實就是那顆TOF鏡頭 但是我很想要試試看 沒有那顆TOF鏡頭 真的會不符合我使用的嗎 那剛才也有講啦 因為 Note10 Plus啊 我真的覺得它 當我的作業機有點太大 而且我沒有常常用那支筆 所以我考慮就是 接著就是把這支手機 Note10 Plus賣掉 賣掉之後 把 S20 Plus 變成我的作業手機 就是放在口袋固定了 然後把 S20 我買這支是買粉紅色啦 變成我的VLOG的手機 我覺得這樣的配置啊 可能是比較好的 然後再來講講 S20 Plus 我使用的 這一週的一些心得啦 老實講 它的影像的品質 真的 我認定是非常好 當然也有人問我就說 為什麼你不試試 iPhone 跟它的比較 因為 iPhone 我在之前有講過 iPhone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你在上傳 YouTube 的影片的時候 不支援背景上傳 也就是說 我在拍一些 一刀未檢或生活VLOG的時候 拍完之後 想要上傳 我的螢幕一定要是亮著的 所以 iPhone 就 心電差點比較沒有那個需求 然後我覺得它會 如果單純測試影像 我會想試試看 可是如果是要使用上 我還是比較習慣用 Android 的手機 而且我也說過啦 其實 現在三星Pay又支援 又有卡的功能 所以其實它的 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方便 所以今年來講 我可能 我自己有預設啦 就是 我剛才也稍微做了一下功課 我今年來講 我可能接著 我會測試 S20 的影像 唯一目前我看起來 我會想測試的 可能 最近 那個 OPPO的 X2 Found X2 要上了嘛 我可能 我覺得那支的規格 是可以跟 S20 Plus 稍微比一下的 所以可能到時候 這支手機上了 我會試一下 再來 就是 Sony 的 Xp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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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難唸喔 Mk 2 就是 Xperia 1 Mk 2 這支手機啊 我覺得它也搭載了一些很恐怖的技術 所以 我自己來講 我覺得今年最有興趣的是這兩支手機啦 那當然 有人會問我說 為什麼 不會想要 試試小米 10 因為小米 9 去年啊 我在台灣沒有上市的時候 我就買了 那今年它當然又打了一個更高規格 儀儀像素啊 什麼之類的 可是 我去年在試的過程中 我就很明顯的感覺到 那支手機 就是 在收音的部分 我覺得很不滿意 所以 我今年就沒有特別想要再去買 那個小米的 小米 10 所以我今年可能會再 嘗試自己去買的就是 Found X2 跟 Sony Xperia 1 那當然啦 如果你有更推薦 針對影像的部分 就是以生活這種Vlog來講 有更好的手機 你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也許 我會找一下規格 看看 跟它比有沒有更好的 那 其實我在 我在買X20這一支 就是最 就這兩天啊 因為這個是我這兩天才買的 我在買X20的當下 其實我也找了很多資料 真的一下子要找到跟 三星目前這個規格 就是這個 等級的手機啊 你看真的也 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好找 像是 華為不錯 可是華為現在的資源各方面來講 都 都可能 後續大家都還有很多很多的未知數 所以我就不考慮了 大致上是這樣 然後 S20 Plus 其實我給新店蔡寧看的 第一個當下 她只跟我講說 哇 這個手機 感覺好有氣質喔 她用這個形容詞 其實我蠻驚訝的 因為 當時我拿給她看的時候 當然還有另外一支 S10 Plus 那 S10 Plus 跟 S20 Plus 啊 真的 在屏佔比的部分 真的差蠻多的 所以你就在視覺上 你一看 你就會覺得說 它完全不一樣 但它厚度是差不多的 可是視覺上 跟它的圓角啊 什麼的 不曉得為什麼 S20 Plus 就是感覺那麼好一點 然後再來還有就是 我覺得打孔屏變小也是一個優點啊 左邊是這邊 是 Note 10 Plus 右邊這個是 S20的打孔 S20 Plus的打孔 有沒有 差非常多 所以整個來講 你會覺得說 它就不曉得為什麼 你拿在手上的那個質感跟份量啊 真的會好蠻多 而且 它這個地方的設計啦 鏡頭這邊設計 我自認為 當然它的識別度沒有這麼高 因為 現在越來越多手機是用這種方形的設計了 但是現在你也講說 哇 這個地方 比iPhone好看 真的 真的 大家不覺得嗎 真的比iPhone好看 好啦 跟我打開一下 我的這隻手機 拿一下刀片 這是 S20 這隻是我買的是粉紅色的啦 就是我想說換個心情嘛 那 就是換換不同的那個感覺 那如果你不是在意大小的人啊 那或者是 就是 我會建議買一個 S20 Plus啦 原因來講 它換的贈品是比較好的 這我之前有講過 因為 S20 Plus啊 你登錄是送 Galaxy Plus Plus 就是那個耳機是駕駛比較高的 那這一個 不是送那個 送一個行動 就無線充電的行動電源還是什麼的 因為我也沒有非常注意啦 所以 如果就 那個光那個價差就已經兩三千塊的 所以說 如果你不在意大小啊 其實我認為是買 S20 Plus 就 好了 哇 給各位看一下 稍微 我把 S20 Plus的這一個 拆掉 錄這種一刀未剪的影片 我都很怕我口誤 因為這幾隻 這幾隻手機啊 唸起來都超級落舌 給各位看一下大小 真的差了一節啦 就數字 我等一下把數字給跟大家講 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 如果他在他的後面的話 真的差蠻多的 就數字來講的話 其實他們的高 就是這個高度是差一公分 S20跟S20 Plus 寬度的話差4mm 就是0.4公分 所以寬度 不管 我怎麼覺得寬度 感覺上是差更多啦 可是 可能是 就 視覺上吧 所以他真的是一個更舊手的 跟著很輕便耶 非常輕便 拿起來的質感 那我先把這個保護膜給脫掉 我現在收音的這支麥克風 應該是可以收得不錯 只是說我這邊環境比較吵 我去年罵過一件事情 就是他把這張貼紙貼在這個地方 然後把這個膠 黏在手機上 今天就沒有了 好 保護膜撕掉 那我們看一下裡面 還有 簡單看一下還有什麼啦 應該是這邊有一個 這裡 這個應該就是保護殼 我就不拿了 那 退卡正在這 那保護殼 他原廠給的都是透明 比較薄的 建議還是稍微換一下啦 那個 可能如果不小心摔到 會更麻煩 然後這邊 放在臉這邊 比較不會對到臉 好 這邊一樣充電 充電器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也是25W的 我們看一下 我覺得 我在一陣子可能會老花眼 目前還看得到 對 這個充電是 最高是一點 哇 真的是 有點 11V的2.25A啦 對 就是25W 最高 然後他一樣沒有附那個 OTA的那個頭 就是那個 總換資料的那個頭 一樣沒有附 那這邊 一樣這個是 AKG的耳機 那這次 威亞如果以S10跟他比啦 就是現在都沒有3.5的插孔 這是比較麻煩的 有些人很不喜歡 我自己是覺得還好 然後這一條 這邊應該就是 TAB C的線 跟AKG的耳機 大致上就是這樣 然後 我今天跟欣欣蔡玲 有在下午的時候 用 S20 Plus 好落舌 拍了一支Vlog 然後之後會發影片 跟各位分享 因為我覺得以使用上是這樣子最準確的啦 就是我直接拍 那我跟各位講 S20還是有很大的缺點 就是這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畢竟受限於手機就是這樣嘛 他在室內啊 還是一樣會很多噪點 就是我今天是跟欣欣蔡玲 是在室內拍一間美食 一間美食 那當然在室內啊 你看那個後來我在電腦看那個噪點啊 還是非常非常的多 可是沒有辦法 無論哪一支手機啦 GoPro啊 iPhone啊都一樣 可是 我有做一個比對圖啦 我自己的感覺是他 真的比iPhone在 就是不會輸iPhone 這兩個是差不了多少 之後會有影片 然後大家再仔細看一下 然後再來他跟 Note 10在室內來講 我認為他真的也不會輸Note 10 而且 他這個真的很方便 又很輕巧又很小 而且這一次就 你會覺得他變小了 規格也沒有變 所以就很值得入手 哇 很棒很輕巧 那如果我有什麼心得 之後再跟各位分享 那也希望啦 之後能找到更棒的手機 因為我一直覺得 其實最近我一直買三星 但是我也想要找一些 能夠符合我用的 當然我也問過 就是 我有幾個專門評測手機的好朋友嘛 那他們真的也講說 其實三星真的在這個技術上面 目前還是真的比較好 那今年唯一 可以跟他差不多 我看就是Sony跟OPPO這一支 比較有可能 那期待趕快到來 趕快發 我再買來開箱 今天分享到這囉 拜拜